大家好 15点06分了啊 这个今天又是15度左右的气温啊 不冷不热的 在院里边弄了个板凳 晒了会儿太阳 接着跟大家聊啊 这有一个信息 让我挺震惊的啊 真的真的啊 我没想到有这么多 这个叫世界同性恋先生 2022年度曼谷论坛会啊 叫世界因爱而生 说是中国同性恋 阔虎男女啊 男童女童都给放一块了 男的叫gay吧 gay是吧 手枪的意思 是吧 女的叫啦啦 好像有这个词哈 有个那个徐靖蕾 演过一个什么杜拉拉生殖记 杜拉拉生殖记 哎呦 说是这个中国同性恋男女 总人数城市排名啊 哎呀 第一位的感情是重庆 我给大家说说啊 排名前30的 第一 重庆 有 355.65万 有这么多吗 这数字准吗 这个数字谁统计出来的 一个重庆 有355万同性恋 重庆 我知道人口比较多 重庆比有些人口少的省 人都多 他等于是半个省 川东地区 我查一下啊 我看看比例 重庆市 哎呦 妈呀 重庆市 总人口 3000多万吧 重庆 3102万 这个数字是到18年的 18年的 3102万 这有一个21年5月份的数字 我们再看看 当然中国的数字不是完全准啊 有很多时候是假的 3205万 到去年 到去年5月份 就说3200万吧 3200万 他就有355万 是同性恋 达到多少呢 11% 对吧 11%应该是352万左右 他这个355万 比11%还有多了0.1 等于是11.1% 差不多9个人 9个人里边就一个同性恋 有这么多吗 我真的表示怀疑啊 第二 第二是上海 有277.69万 上海2000多万人 我们知道啊 2400万左右吧 270多万 又是一个九分之一 难道这个数字也是造假吗 怎么那么巧合 第三是成都 成都 有265.58万 成都的人口 没有重庆多呀 重庆3200万 成都 加一块 加上郊区县 有2000万吗 我都觉得怀疑 我查一下啊 成都市总人口 我们再查一查 1600多万 到19年 1633万 到19年 啊 这又说了 说突破2000万了 到2021年5月27号 四川省第七次人口普查 2000万 他说达到2093万 差不多2100万吧 给他2100万算 2100万 他就265万 那是多少呢 10% 210万 11% 231万 12% 252万 他265万 12.5% 那就达到了八分之一 八个人就一个同性恋 有这么多吗 第四是北京 有253.57万 北京差不多 这个连这个 这个户籍人口 和非户籍的常住人口 也2200 300万吧 比上海少 对吧 比上海少 那差不多也是八个人 八个人 九个人 八九个人 一个同性恋 第五深圳 228.97万 第六广州 198.41万 第七武汉 167.55万 好吧 第八西安 155.98 第九郑州 152.21 第十杭州 148.26 第十一 天津 144.54 第十二 苏州 139.49 第十二 香港 132.77 香港常住人口 不在700多万吗 就有132万的同性恋 五个多人里边 不到六个人 就说六个人 六分之一都是同性恋吗 这还了的了 是吧 这 不可能吧 第十三 说香港 132.77 第十四 南京 130.52 第十五 沈阳 122.59 那不满大街都晃荡了 都是同性恋了 第十六 青岛 120.85 第十七 哈尔滨 115.74 第十八 长沙 110.68 第十九 石家庄 110.54 第二十 东莞 108.67 第二十一 合肥 105.53 第二十二 宁波 102.69 二十三 佛山 101.77 二十四 济南 101.21 二十五 福州 92.37 二十六 昆明 90.69 二十七 南宁 88.55 二十八 无锡 79.32 二十九 大连 74.31 三十 是温州 72.98 这还没算其他的城市 以及那些县呀 乡啊 啊 光这三十个城市就有这么多人呀 我给大家算算啊 三五五 从重庆开始啊 三五五加二七七 是多少呢 是六三二 六三二 加二六五 那就是 八九七 八九七 加上三 九百 这个就达到了 一千一百五十万 前四个城市 一千一百五十万 一千一百五 加上这个 是 一千三百七十八 一千三百七十八 然后是 一千五百七十六 一千五百七十六 一千五百多万 一千五百七十六 一千五百七十多万 然后这个再加一个一百六十多万 就达到了一千三百多万 然后一千五 一千六百多 一千七 一千八 两千 光这个吧 我粗算一下吧 光这三十个城市 就达到四千万以上的同性恋 同性恋 我生活中接触的很少 我就知道我有一个同学 他在公交车上当售票员啊 不是我说那臭流氓 那臭流氓不是 不是同性恋 他定玩大姑娘了 有一个特别老实的同学 是我小学同学 呃 他是公交车上的 他是这个那个机场辅路 到那个四汇桥那边的那个线路的 然后有一个小姑娘是平古人 老坐他的车 哎 一来二去 俩人搭过上了 整整比他小了一轮 十二岁 那个小姑娘的弟弟 就当兵期间 就跟一个河南兵 俩人发展成同性恋了 后来这个当兵活着之后 那个河南兵还到北京来找他来啊 还有 有一个这个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一个老专家 他的独生子 他们家是上海人 这个独生子是同性恋 啊 还有一个 还有男的 男的我就不知道谁了 我是有一次在北京 去山西太原的火车上 俩女的同性恋 又跟那那个特别的亲迷那动作 反正一看就不正常啊 然后在西班牙巴塞罗那 有时候我们看见俩小姑娘 在那抱着亲嘴呢 反正多少有点别扭啊 是吧 怎么中国这么多同性恋吗 是吧 好了朋友们啊 反正 反正按我的观点 人还是应该 不要搞同性恋 这同性恋 还是不正常啊 当然看我节目的 肯定也有同性恋朋友 可能会不高兴啊 但是这是我真实的想法 我认为应该有家庭 应该是一性恋 一男一女 组建家庭 然后这个繁衍子嗣 生孩子 生儿育女 是吧 这才是一个正常的 如果都是同性恋 这这社会慢慢就 人类就灭亡了 对吧 还是应该一男一女 一夫一妻啊